公司的7日平均线逐步下降 市长陈其迈罕见在记者会中以轻松的口吻 呼吁市民最近可以找些空旷的地方 保持好社交距离 外出走走 一扫进来因为疫情造成心情上的阴霾 也显现高雄的疫情已经快要脱离高原期 假日出去外面走一走很好 到户外有比较空旷的地方 人比较少的地方来从事活动或者是运动 都非常不错 但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社交距离 虽然新冠BA2的感染已经逐渐趋缓 中央也放松入境3加4 不过这几天陆续有新型的变异病毒株 BA4以及BA5入侵国门 市长陈其迈也重申会加强边境的管制 以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让之前的努力又要从头开始 我们持续也在我们的边境来监看 监测我们BA4跟BA5的状况 前几天有一个BA4 那在今天中央有公布一个BA5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跟大家讲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而在高雄市目前的确诊病例中 之前都是以活动力高的年轻族群 盛行率较高 不过随着盛行率逐渐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 现在低于平均值的高龄长辈 盛行率也开始拉升 家中有长辈的民众接下来要特别注意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注意到说 在两个年龄别 比较年纪轻的小朋友 年纪大的 我们的这个长辈 也慢慢的高 这个很 这个是很必然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说 活动力比较高的回到家里面 然后发生家户感染 就传给家中的长辈 或者是幼童 所以造成其他的这些感染 针对小朋友和高龄长辈 大型的疫苗接种战还是会持续 周六周日都有莫德纳疫苗的施打 5到11岁的小朋友还开放随到随打 请市民充分利用 记得中央配高雄报导